所以对方没有再跟我们提了一个例子 以前男女不平等 可是我们追求的是人人平等 然后到时候来我们追求的是每个人都平等的时候 对方没有在这个例子上其实有两个问题 第一对方没有今天我们从男人只可以讲求平等 到人人都可以讲求平等的时候 解构在哪里 今天我们只是在思维上有一种突破 我们就想到原来女性不只是男人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因为女人也有我们也要承认她们今天对社会造成的贡献的时候 我们承认她我们有了思维上的突破 可是我们也没有瓦解这个动作 是不是今天讲我们男人认为平等 我们要瓦解这个动作我们男人不要平等了 我们才意识到女性的重要呢 其实没有 我们看到没有瓦解这个动作存在的时候 我们仅仅只是思维上一种突破 并没有对方没有所谓的结构 再来我想请问对方了 为什么今天男女不平等会被女方说成是一种优良的体现呢 对方你要讲有积极性受用 可是对方你有看到优质文化的特点吗 优质文化跟普通文化有什么分别 就是因为她有她优质的地方有优质的特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优质文化跟我们普通这种略知文化差别的地方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过今天我们解构略知文化 能够带来人类进步 相反的今天我们认为解构优质文化 跟我们继承优质文化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称来促进我们人类进步的 今天对方没有在物质文明上 就给我们提了很多历史科技进步 这个跟我们讲是结构 这是对方今天在人类进步的思想上错误的诠释 因为对方没有今天我们就拿一个人类进步的一个时代作为例子 就比如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对方没有我们讲的那个是结构 是不是今天我们农业时代千多年 我们一千年的人每个都是吃饱碎 睡饱饰然后第二天睡解 哇解构了对方 这个是我们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进步吗 还是说今天我们的进步是一步一步继承来的 我们从农业时代他们进步慢慢继承他们的农具 过后他们慢慢的一直改良的时候 他们就有新的出现的时候 就从此达到这一农业末期 然后对方没有就突然间就讲 哇跟以前有很大差别了 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是农业时代 对方这并不是我们所提下的结构 所以对方没有讨论了四脚错误 今天我们要论证变题 我们要论证的是继承还是解构更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时候 我方认为继承更有利于人类进步有三点 第一 优质文化有其稳定的体系 往往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根基 今天第二 优质文化在已经是经历了漫长的也变 有强力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可塑造性 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发展空间和思路 第三 也没有对方解构游质文化所带来的风险 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游质文化他们有什么游质的地方的时候就适应用于每个世代 就像我方所提出的是耀孙还是阅读等等的有良文化 可是对方没有一直没有交代 当他解构了这些优良文化过后产生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今天我解构了阅读就变成不要阅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文明倒退了 对方没有你没有认证到你解构带来的风险 所以对方没有你没有认证到今天它的风险存在的时候 所以我们解构游质文化象征着人类的两大宝贝 第一无知 今天我们知道要进步就要改变 可是今天我们一直就盲目的把所有改变都只能够通过解构来进行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人类无知的体现 第二 今天自负 其实你解构一个有良文化 在解构主义盛行的时候 人们以为他们理性判断可以超越一切 甚至可以主宰世界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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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席大家好 整场比赛打得很凌乱 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 首先 对方对于定义上全是错误 对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解构必然是一种带来改变的行为 但是我们帮主编稿已经非常清楚地强调 我们今天说我们应该解构 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凡事必须要质疑的精神 换言之我们认为 权威提出下来的真理 并不是唯一真理 所有的依据并不是唯一依据 对于世界上所有事物 抱着质疑的态度 我们觉得它不必然是对的 它可能有其他的全安的四角去观看 这个就是解构带来的 而在这个的后续会不会带来改变 我想有所保留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去解构一样东西 我们发现它的避害有在 那我们就进行改变好了 如果它的避害没有在 那我们就继续保留 总之我们今天提向的是 解构带来的质疑 精神应该被大家所效仿 所以当把这个例子 刚才对于刚才所提出的 比如讲 情劳 孝顺等等 我们说对于情劳和孝顺 我们也不应该盲目的去跟从 别人说孝顺一定是好的 我们就要先质疑 孝顺是不是真的是好的 有没有负面的一面 我们发现 其实孝顺父母真的是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保留 而不像对方所说的 别人说孝顺就好的 那我就盲目的跟从 孝顺是好的 那就是好的 所以主要的差别在于这里 一个是有质疑 一个是没有质疑 不过有没有改变 不是我帮今天需要论证的 好 耶尔 谢谢大家 我们谈了很久了 其实不过是一个民主的例子 对方觉得 正在现在的眼光看 以前只有男生可以投票 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条件 可是我们看 以前的雅典是个劳工社会 男生付出的劳力比较多 因此他们觉得 男生享受比较多的权益是应该的 这是平等的体现 可是随着时代的眼睛越来越多 变成现在的自立世卫 人们开始质疑 请问是不是讲说 男生投票才是真正平等 平等和不可以拥有其他的诠释方法 我们可以看见 男生是人 女生也是人 因此我们应该全面的 进行平等的投票 这个才是一种民主的体现 因此我们说 解构了核心之后 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 对方或许可以跟我说 双方都有平等 为什么这不是有继承 因为一间平等的体现 是在于男性投票 而现在平等的体现 是在于全民投票 核心的形式改变了 我们就说其实核心本质上也进行改变了 对比以前雅典 投票的方式是举手 现在投票的方式是进行票箱投票 是的 像对方所说 形式上的确改变了 可是我们对比一下 核心上的突破 和形式上的改变 何者对男人带来的进步更多 显然明显的看见了 最后对方跟我们说 今天改变不一定是解构带来的 有可能是其他管道带来的 这点我方认同 可是解构的改变和现代改变有什么不一样 本主就是在于 当我们解构的是核心的话 当我们我阿姐的是核心的话 这就是由解构带来的 就好比我们说 以前我们保障的自由就只有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就足以涵盖自由的所有定义 到现在我们解构之后我们发现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也应该涵盖在自由的体现里面 因此我们说 这种核心的转变 便是一种自由核心的突破 为人类带来制度的完善化 对吗 也告诉我们说 从以前的农业 以前农业时代的 我们必须从劳力演变成现在的基建 我们都继承了同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问题是 以前劳力时代的核心就这样 我们要以人作为劳力中心 而现在走向机械化的核心就在于 我们要以机械作为工具 减低人劳动的价值 这也是一种核心的改变 请问这种核心的改变 是为社会带来的正面的导向呢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的就是 我们今天所谈的解构是一种质疑的精神 我们不像对方这样盲目地跟从一切 全物所留下来的东西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话 人类只是保持而已 并没有带来进步 就好比对方先提出的孝顺 不然是好 可是从以前五千年前流传到现在 它不过是一种好的保持而已 它竟然没有更好 怎样论证更加进步呢 因此因为唯有解构 我们进行质疑之后 我们才能带来有更好的方式 但有更好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才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对方今天不认同解构 其实无非就是他告诉我们说 解构是风险的 解构是反中心的 可是对方今天没有想到 因为有风险 所以才有可能串心 因为有反中心 所以我们才有可能 不被唯一的价值观所束缚 这纵然不是一遭一遇 可以扮演的事情 可是真正是因为 解构的人为人所不为 因此我们才可以 为这个社会带来突破 带来改进 相比及继承的议程不变 我们国方坚决认为 解构更有利于人类发展 谢谢 谢谢